各位同仁 請就座 開會 今天繼續施政總質詢 第一節由方信淵議員質詢 時間45分 請 謝謝主席 市長 兩位副市長 市府局處所長 還有我們一位同仁 還有新聞媒體 還有視頻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本市政府伊利休 先跟市長做一個探訪一下 伊利休的爭議 林全院長李先生就表示 僵硬化的規定 應該要有彈性 勞動部長 林美主委表示 六月份將全面做通盤的檢討 為什麼社會大眾對伊利休這麼緊張 反彈聲音這麼大 一線型的伊利休 等於是政府做了一套伊利休的法令 要大家共同來遵守 就好像做一雙鞋子 要大家一起穿 怎麼能讓每一個人穿得下呢 而且我們勞工局局長 也一再地表示 六月份都要正式來開法 最近報導連鴻海 國泰市法這幾間的大公司都有問題 更何況我們高雄市這些小公司 而且現行的法令 開法就是要三十萬至一百五十萬 想想這些企業主怎麼會不緊張呢 如果以現行的法令 假如認真稽查的話 可能每一家企業可能都有問題 可能都要接到三十萬至一百五十萬的法款 本市在這裡要請問 市長 依現行的法令 勞動部六份都要全面的檢討 這個伊利休的制度 市府可不可以 將我們輔導期稍微再延長一下 讓我們伊利休更明確以後 再來開法 請市長回答好不好 請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 感謝本議員 伊利休造成肉乾的衝擊 大家對整個新的勞動法令 也不夠清楚 所以林權院長跟勞動部林部長 他們才會說 現在的這個法令 很多企業在調適上有困難 所以在整個六月底 會重新 整個中央對這些法令 重新做若干的檢討 這個部分都一直在努力中 高雄市政府的勞工局 針對高雄市的中小企業 面對伊利休的衝擊 我們都是以輔導 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的 一個法環都沒有 都是用輔導 那我們到六月底 中央在整個法令上 對伊利休 因為有若干的產業 在伊利休上 確實以現在的一個沒有彈性 他們有一些困難 所以等中央在整個這個法令 能夠做一個前面的檢討以後 我想我們高雄市政府在這個部分 我們的原則 懲罰不是我們的目的 我們的目的當然希望 勞資雙方 勞工可以休息 企業也可以發展 能夠勞資雙贏 所以高雄市政府的立場 我們都是希望 能夠用輔導 來作為一個 我們的中心 所以市長 對不起 市長 你是不是說 我們先以輔導為主 對 就是以輔導為主 對 就是一定是要先輔導 大家在一個新的法令條件 一定有一些困難 懲罰不是我們的目的 謝謝 謝謝市長 這樣我想 企業主就比較安心了 謝謝 為什麼我一直講這個問題 你也知道 這一利一休的這種制度 到目前企業主來講 大家還是很模糊的一個狀態 那那勞工局 哪讓進一步加以輔導的話 相信他很快就上手了 你如果說這個企業主 你幫他輔導 他還不改善 當然這個懲罰 這是應該的 對不對 依照小徽來講 如果是這樣 對不對 所以說 我本時在此 還是強烈要求 勞工局 韓國有市長 拜託你們 還是要給企業主一個機會 讓他改善了一個機會 最主要是這個目的 這樣而已 接下來是台積電 在陸科設廠的一個問題 北高雄 這四名朋友最關心 還是台積電 有來陸科設廠嗎 帶動北高雄整體的 環容跟就業的機會 請問市長 目前這個進度 到目前為止 現在是如何 請市長先回答一下 請市長回答 謝謝 謝謝議長 謝謝本議員 高雄市政府 包括整個中央 有陳建仁副總統 他領導的一個小組團隊 我們都在爭取台積電 能夠到高雄來投資 那這個中間 會有一些若干的困難 現在面對一些困難 都在克服中 那我能夠回答的就是說 我們非常歡迎台積電 到高雄來投資 如果在投資的過程中 有任何行政 或者水電上 包括整個排放量 整個污染的排放量等等 減碳的這個部分 我想整個經濟部這個小組 包括高雄市也是成員之一 我們都有專業有能力 來做這個克服 所以我想 我只是願意用一個角度 跟方議員說明 就是說 我們現在要把捷運 在公山延伸到路頂 就很希望這個前瞻計畫 在地方可以通過 就是那個路頂 捷運延伸到路頂的科學園區 都是抱著一個 非常樂觀正面的態度 期待 會盼望 都在做一個最好 如果台積電能夠到高雄來 我們做最好的一個必要的準備 我想用這樣 他們最好這個說明 我沒有應該在這裡說明 這個說明應該是台積電 他們在做未來 他們一定會整體向台灣社會 市長我做一個請教你 就是台積電前些日子 還要另外一個 有可能要去美國接種 去打接種 美國啊 美國社長 我想那是兩個 第一個 台積電這個部分 奈米 這個是非常新的科技 我跟朋友說明 抱歉我講 就是說 他們這是都相遇 他們商業最高的機密 他要去美國的投資 跟他在台灣的投資 那是兩項事情 我想可以這樣做 我覺得一切都尊重台積電 那我們會認為林前院長也好 經濟部的部長 都是很清楚的說明 整個台灣 我們會盡最大的力量 因為台積電是台灣的驕傲 然後我會覺得 我們當然這樣的產業 我們不會讓它外流 但是台積電其他的投資計畫 這個我們應該尊重 市長 另外我要說明了一下就是說 照你這麼講 這麼重要的一個社長 有一個計畫 有沒有考慮說 市府團隊要不要親自去拜訪 台積電 這個都我跟本議員說明 有時候就是說 該怎麼做 該怎麼努力 市政府的團隊一定會努力 有時候做 就是說 最後是看結果結果論 但是我會覺得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 該做的努力 我覺得我們不方便 替台積電做太多的說明 因為我們要尊重台積電 那我相信 我剛剛已經跟方言做了很清楚的說明 好嗎 好 謝謝 謝謝市長 另外市長 有沒有想想 高雄市是一個宜居城市 為什麼我們縣市合併以後 這個人口一直還有在副成長 主要原因就是我們就是沒有一個就業機會 導致我們就業人口一直外流 這是台南市的一個就業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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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看他們都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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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上漲 這是高雄市的一個就業人口 還在一個有時候在一個副成長當中 為什麼臺南市的人口會持續上漲 是因為他們南科 招商的非常的一個成功 所以甚至高雄人都跑去南科工作了 針對這個問題 我要想請市長 你對人口持續衰退的這個看法是如何 請市長回答一下 請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本議員 這差不多30年來 台灣的人口一直往中北部 不只是高雄 屏東 甚至在台南的部分 人口的成長都是非常的有限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產業的佈局是中央產業的佈局 高雄過去都是重工業 高雄石化產業 高雄過去很少有最新的科技 那這些十幾年來 從謝長廷當市長 然後我們爭取 我們的高雄科學園區的一個發展 到現在我們的科學園區 才慢慢的具有規模 那我要跟方議員說明的 就是說人口 如果說今天台灣 整體的人口 也是幾乎全世界出生率最低的國家 大概就是台灣 那現在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我是必須讓方議員了解 說如果一方面 我們的國家出生率這麼低 一方面因為產業的佈局 在高雄 我們幾乎很少有機會 但是我們高雄 在這兩年 我們的人口是正成長 但是我也 我不願意再重複說 因為高雄 就是說有些朋友的鄉親 離島條例 返鄉 他們在高雄生活 但是因為離島條例的優惠 很多澎湖的鄉親 把副籍都簽回 配偶 但是他是住在高雄 但是他這樣 他過年過節回去配偶 金門是有優惠的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也正在想要跟交通部來討論 如果他這樣的一個離島條例 那對高雄在人口結構上是有影響 所以我們也在努力在溝通中 我要跟方議員說 高雄市政府很努力 我現在的前瞻計畫之中 高雄在數位內容體感的體驗 在一個動漫這個部分 高雄在這部分的產業 我們希望慢慢形成一個聚落 慢慢形成聚落 會對高雄年輕 很多優秀的年輕人 會選擇高雄作為他在這裡 可以移居 可以在這個地方工作的地方 那這個整體的方向 現階段來講 我們的努力是對高雄 現在正在努力中 我同時是應該有好的一個 從這個情況 我們是有信心 謝謝市長 也許剛才講的市長講的 也許也是有可能 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但是本席要表述的 針對我們市府團隊 針對招商的部分 還是很大的疑慮 一個好一個移居城市 相對你的就業機會要過 對 它才可以從外縣市過來 對 讓我們這個高雄能更發展 所以我拜託市長 針對我們招商的這個部分 能繼續努力 接下來就是我們剛才市長講的 是行政院的前瞻計畫的規劃 本席還是要恭喜 我們市府團隊那麼認真 短短一個月 就爭取到我們行政院的前瞻計畫 建制總經費總共一千八百億的 一個捷運黃線 還有加上捷運黃線的延伸案 還有包括輕軌 但是一個好的一個政策 跟好的一個公共建設 還有一個好的一個政策 不是一味的要爭取經費而已 而是它要想到它未來的經營跟管理 才是最重要的 這也是本期最擔心的 高雄市目前有280萬的人口 依現在的紅極線 每日的營運量也才17萬搭乘量而已 多一條黃線 到底能多少人人口 創造多少人口出來 這個問題 我們能不能簡單的請問捷運局長 目前 依估我們多少 這捷運量才能損益平衡 捷運局長 請捷運局長回答 感謝議長感謝黃議員 整個運量的部分 目前紅極兩線的部分要18萬 但是整個財務平衡部分 有本業收入 業外收入跟附屬事業 現在附屬事業本身 我們像我們的大魯閣已經租入去了 所以附屬事業本身 其實在這裡不能增加相當多 另外現在我們的大寮主機場的部分 也已經捷運公司也簽MOU 接下來會快速地去進行水上活動的這些相關的開發 我想捷運從成立到現在已經有幾年了 你想想好了 幾年了 捷運到現在幾年了 捷運的過程裡面 從營運到現在已經有幾年了 從過去的營運到現在 整個捷運的部分 因為運量第一個要讓民眾慢慢適應 然後慢慢調整 到現在很多地方都是一個未開發區一樣 你先請坐 我等一下再請教你 為什麼這麼關心呢 就是怕我們市府未來這個路線 會變成我們市政府的一個財務的一個負擔 這才是我們市民朋友所關心的 我想市民朋友比較喜歡想知道的 就是徵求到1800億這個捷運經費 預計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能帶動我們高雄是怎樣的一個龍井 是不是請市長先簡單的回答一下 這1800億 以你的觀念可以帶動我們整體市府 我們高雄市能帶動多少一個龍井 請市長回答 我想跟謝謝議長跟方議員說明 綠色的運輸 捷運的計畫 政府提供給人民更好的公共運輸 第一個 它的目的不一定是賺錢 這是政府的責任 我曾經舉一個例子 在120年前 莫斯科的它的捷運 有地下七層七層 地下七層 那是從莫斯科的人口 大家會覺得你做地下七層 這是一個錯誤 但是這就是一個城市治理的眼界 今天高雄不可能說等到我的人口音量達到一定的飽和 我才開始去做捷運 我覺得這樣會不會有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 第一個高雄這個捷運 這個又起後 我們的高雄捷運 前後大概都要七八年 七八年 但是在這個中間 躲好高雄人口四九尾捷運的四周整體的發展 我想這個都是我們可以意見 所以我是跟本議員說明 當然自常性 高雄是要怎麼透過捷運經過 我們現在讓捷運的防線經過的地方 是高雄市人口最密集的地區 你說在亞洲新亂七堅定五家 年仔三民 還有交情 然後經過我們長庚醫院 然後到我們全台灣最標準的澄清湖棒球場 這都是差不多人口大概一百一十六萬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會認為 對整個未來城市的發展 絕對是一個正面 所以我們希望方議員 現在的進度是還在立法院 那貴黨是 對不起 貴黨的黨團沒有支持 但是我希望為了高雄的建設發展 我希望以方議員的影響力 能夠影響貴黨 能夠支持南台灣高雄 過去南北施衡 給高雄一個機會 能夠讓我們的前瞻計畫 能夠順利來進行 謝謝 謝謝市長 市長我當然 非常贊成你的看法 尤其捷運 你想的說不一定要賺錢 這種看法我也非常認同 但是最起碼要帶動地方的繁榮 這也是我們最起碼的一個狀態 本習要表述的 就是你看看我們南岸山捷運站前面 現在已經多少年了 現在還是一片空地在那邊 到底這個都是我們要積極去開發的去招商的 到目前為止還是沒有 你看看我們這個是橋頭堂場出來的一個路口 本習所看到的 是幾乎整個一個狀況 整個捷運站的沿線幾乎都是這種狀態 他為什麼要說 既然捷運站那麼好 他為什麼要把地賣掉 他趕快積極來開發就好了 為什麼要把它賣掉 就代表他沒有辦法認同這個捷運 你看這最簡單的一個美麗島 這個捷運站的出口 連一點高樓林立都沒有 甚至他上面的表數在租都沒有人要租 這代表一個什麼 這很多一個營運很多年的捷運紅極線 縱使這個路線呢 經過我們高雄市最熱鬧的一個地區 目前還是沒有帶動地方的繁榮 代表我們市民朋友 目前還不是很認同我們高雄 市中心的站體旁邊很多都還在一個 諸說一個狀態 甚至我們市郊的一個捷運站 站體附近根本都一個 處在一個沒有發展的一個狀態 本期還是請問市長 為何最基本的捷運站體的旁邊 都沒有帶動地方的發展 這是到底是問題出在哪裡 可不可以請市長先簡單的回答一下 請市長說明 謝謝議長 當然 方議員提了若干的地點 確實有些地方 目前 譬如像你剛剛提到 橋頭捷運站 那是蘇林的土地 市政府很希望 他到三天 也希望他可以快速發展 但是我覺得你剛才說的 就是一小一部分的地區 但是你怎麼沒有提到 我們現在已經發展得不錯 我們的捷運 我們在整個堅定地區 我們的草野道發展 捷運 我們在整個大寮地區 捷運沿岸的沿線上 我們有若干的地區 是發展得很好 那這個中間 當然有些地區 譬如在江山 你剛才那個地方 要去江山便宜 已經跟高一已經簽署了 那個地方也是 有一個部分還沒有發展 但是一個部分都在發展中 所以我們也會覺得說 這個當然需要時間 那高雄市政府 包括捷運公司 捷運局 市府的團隊 全力支持 我們整個捷運的沿線 希望能夠有更好的發展 所以說這個部分 我們從來不悲觀 我們也沒有悲觀的權利 我們認為城市的宴情 我們是一步一腳印 謝謝 好 謝謝市長 我當然市長所表述的 我認為說捷運是全面化的 你既然說 可以帶動地區的一個發展 不是針對某一個站 來做開發而已 而是你整個捷運的全面性 要去做開發 這樣你才能帶動整個營運量 營運量才能出來的時候 你的捷運 才不會處在一個虧本的狀態 所以本期 覺得目前我們高雄捷運局 對於推動土地的一個開發的部分 可以說是不及格 難怪我們高雄捷運 還是會在賠錢 應該要學習我們台北市這個捷運站 為什麼會賺錢 對捷運局現在現有的土地招商 應該要積極一點 你看那個 還有我們現在本期等下 表述了 這捷運共構仔的一個部分 你看這個捷運共構仔 本期等下要來請問都發局 針對這個捷運共構仔 本期還是建議 都發局跟捷運工程局要配合 也能考量規劃像台北捷運一樣 興建這個捷運共構仔 就是捷運到家 就是到站就是到家 利用捷運的方便性 好的特色 跟這心意良好的一個建商來合作 來開發我們捷運沿線的一個土地 帶動捷運沿線的一個都市發展 興建我們公共住宅的一個政策 以滿足我們民眾的一個需要 另外還可以籌措 我們最主要的一個建設的一個財源 也能增加我們這個營運量 針對這個捷運載這個部分 本期請問都發局你的看法如何 請局長回答好不好 請都發局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方議員 我想這個我們會跟捷運局來 來一起來尋找適當的土地 因為他必須先有土地 而且他剛好是捷運站要興建之前 然後可以一起在興建的過程當中 一起預留 或者是整個一起同步去蓋 所以 局長為什麼我記得現在跟你講這些東西 就是很多東西我們爭取了 一千八百億的一個捷運經費 這個暫停未來的一個開發 等於是未來就要把它規劃下去 不要等到車站蓋好了 還不知道哪一個招商要針對哪一個部分去招商 這未來對我們營運量都是一個損失 你像台北市他們捷運工後仔 他們要興建這個捷運站的時候 他就把捷運仔都納入在裡面了 你看光那個營運量幾千戶的人在上面 幾千戶的人在上面的話 來維持一個暫停的一個營運量 絕對是過的 所以針對這個部分招商的一個部分 我們針對未來我們捷運站的一個開發 能做整體的一個設計這樣子 不然你看岡山 南岡山站 土地那麼大 到目前為止 雖然是有說要進駐了 到目前還是沒有在一個開發的一個狀態 這對我們捷運站都是一個損失啊 好不好 這個可以研究嘛 謝謝局長 為了我們提高我們交通效益跟經濟效益 本席還請問市長就是說 針對我們要提高高雄市 還有台南市的一個共同生活圈 可不可以像台北市跟新北市一樣 把我們的紅線路子這個延伸案 繼續到延伸到台南市 這樣可行性如何 可不可以請市長回答一下 請市長回答 謝謝 謝謝議長 謝謝方議員 未來台南高雄或者屏東 能不能形成一個共同的生活圈 我想這時是可以期待 那我們現在高雄市 那當然我們就一步一步來爭取 我們現階段來講 我們的高雄的捷運 我們希望現在是黃線 還有輕軌 那未來的一個接下來的規劃等等 那我們方言的這些意見 那當然台南市政府他們也有主動提到 屏東也有提到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都是未來 我認為是未來整個一個南台灣的生活圈 這樣的一個成立是 我想這個是可以預期的 謝謝市長 本期為何提了這一個事情 就是如何帶動我們高高品 這未來的一個生活圈以外 跟台南做一個結合嘛 讓我們一日生活圈能串連在一起 讓這個捷運的一個營運量 來持續的一個增加 再多的建議 只提供我們四五座參考 就是減少開發這些沒有效益的一個交通效益 跟經濟效益的這些捷運路線 來造成我們巨大載留子孫 甚至讓我們未來高雄長期承擔 這無法解決的一個交通財務的一個問題 這是本期比較擔心的 另外我們針對高雄捷運站內的一個安全 前次業務報告執行的時候 有跟捷運局長有探討到捷運 南竿山站設置這個電扶梯的這個議題 今天要來跟討論捷運站內的一個安全問題 目前我們高雄捷運共有28站 站體裡面有夜台門 就是像這種情形有夜台門 另外就是有平面跟高架橋 共有又9站是沒有夜台門的 針對這個高捷運以來 有兩次民眾的一個跳軌撞車的一個事件 還有多次落軌一個意外 全部都是發生在這種 沒有裝設一個夜台門的這個部分 本期請問捷運局長就是說 針對這個9個捷運站 有沒有計畫要做夜台門 請局長回答一下 請局長回答 感謝議長感謝方議員 那這一9個捷運站的部分 目前是沒有設置夜台門 那僅就整個保安保全的部分 來進行維持的部分 到目前都沒有規劃嗎 目前沒有 所以說我們還是要積極來規劃 不要為了省幾個億 警長請坐 不要為了省幾個億 來拒絕做這個夜台門 安全性還是最重要的一個考量 夜台門跟軌道之間 雖然是有裝置紅外線的一個防裝裝置 但是也不能完全阻礙 防止這個漏軌的一個事件 所以設置夜台門才是最主要的 防止漏軌的一個事件發生 剛才局長有講到保全能源 本期還是要請問捷運局長 捷運各站的保全能源 是捷運公司招聘的還是外包的 請局長回答一下 請局長回答 是捷運公司招聘的 捷運公司招聘吧 捷運公司招聘的 這個保全工作重不重要 保全當然是重要 他們工作成長是什麼 主要是第一個導引所有這些乘客的部分 另外就是在相關 像我們高架段部分 高架段部分因為目前是沒有越台門 所以他必須在車輛進站的時候 然後會去進行這些安全的一個相關作為 所以保全是相當非常的重要 請坐 捷運站裡面的保全能源非常的辛苦 要做很多的事情 而且尤其沒有越台門的高架的這個車站 保全能源精神也要更加緊繃 幫我播一下影片好嗎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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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民媒體在前幾年也有報導說 高雄捷運請了一個清潔人員 來充當這個保全能源的一個維護 這個新聞 請問捷運局長 這種現象有沒有改善呢 請局長回答 感謝議長 感謝方議員 這些清潔人員部分 第一個當時在合約裡面就有提到 他要負責引導乘客的部分 同時有必要時他也要接受 他同時也接受完整的這些保全人員的訓練 所以在必要時 那特殊時段的時候 他們也會來協助做這些相關保全的一個指揮 你說清潔人員可以當保全人員來用 他們是有受過完整的訓練 做過完整的訓練 我想只有你看今天才講得出來 這件事情我們也跟捷運公司那邊完全查證過 查證過 清潔人員就是清潔人員 保全人員就是保全人員 這兩碼是怎麼可以混在一起 現在的職責部分其實都傾向是多功能 只要是不影響到他原先清潔的業務之外 那在特殊時段的時候 也會請他們來協助這一部分的處理 好 你先請坐 等一下我再跟你講 這個民眾就是民眾的一個檢舉 在過年期間 甚至還有一個清潔人員充當保全人員 在你的勞動企業裡面 清潔人員可以當保全人員來使用 我第一次聽到 清潔人員的執掌就是清潔人員執掌 保全就是保全 對不對 你看這個清潔人員的配置怎麼樣 有配置口罩嗎 對不對 來稍微再播放一個影片好不好 市長你稍微看一下 這是一個清潔人員在當保全的狀態 這是我們高雄市的一個捷運的狀態 他在保全什麼我也不知道 戴一個口罩 是要做一個樣樣是要做什麼的 對對 你最起碼你要按交通指揮 也要配置一個口罩嘛 對對 萬一有民眾靠近怎樣 也要有一個警司的狀態嘛 對對 還有一個保全人員也要應有一個體制嘛 一套SOP嘛 高雄市整個一套SOP都沒有 你現在才跟我講說保全人員也可以 那個清潔人員也可以當保全人員 我第一次聽到 對不對 請市長 我先請問你 就是說 針對這個問題 假如是發生了問題的時候 到底誰要負責 請市長回答好不好 請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方議員 第一個 高雄市的市政府捷運局 應該來督促捷運公司 針對現階段捷運運作的狀況 包括安全的部分 我覺得我們要負起監督的責任 那我覺得如果說今天 這個地方 剛剛那個方議員提到 有若干的地方 需要有保全員 或者其他安全的措施 這個部分 我們高雄市政府捷運局 會跟捷運公司來討論 因為就高雄市政府來講 我們希望搭乘公共運輸 當然安全是最重要 如果安全的防護上 有若干的不足 那我們認為應該要加強 所以我覺得說高雄市政府 有監督的責任 那剛剛這個部分 讓黃議員了解 好嗎 好 謝謝市長 我想一個保全人員 還有清潔人員 都有他固定的一套SOP 對 他也有他經過專業的一個信念 還有針對他完全的一個配備 這是每一個捷運站都應該有的一個作為 也是每一個 甚至每一個社區都應該有一個作為 針對這個東西 市民朋友的一個生命的一個安全的問題 我想不能那麼草率 而且我想一定在勞動企業裡面 一定有非常嚴重的一個加速在裡面 所以說我既然局長你這麼跟我講了 我拜託你把勞動企業給我找出來 讓本市來看一下 你提供勞動企業 我們針對這個部分 該不好的 該檢討的 我們當然是要檢討 不能把我們市民朋友的生命當開玩笑 所以我們是要共同努力 讓我們高雄市更好 不是讓整個高雄市更差 對 你這樣子走出去 向這個清潔人員來做保全 能看嗎 市長能看嗎 對 你如何提高我們高雄市的一個生活水準 生活品質 對 大家是要共同努力 既然有那麼好的一個捷運 我們更加要努力讓這個捷運的服務的品質更加好 這是我們大家共同要努力的方向 不是一味的有人做就好了 有人做事這樣就好了 不是這樣子 也不是我們市政府應有的態度 所以說我也希望大家共同來努力 讓我們高雄市能更好 這是我們未來大家共同要追求的一個目標 我的執行到這裡 謝謝主席 謝謝市長 還有我們的市府團隊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方信淵議員的執行 下一節的質詢時間是9點55分 休息